然後我就把這次第五章節的大概就是他這一堂課的重點大概做個導圖 然後大概介紹這一次章節這樣子 然後因為這次第五堂課跟第四堂課有一些關聯 所以最好是有前面的一些概念這樣子 這樣銜接會比較好這樣子 然後我就可以如果有問題的話 然後可以到時候就直接那個就是有問題就直接留言這樣子 這次第五章節它是那個介紹就是FaceView的那個 它的那個控制然後這次要建立它的Module這樣子 然後它會介紹一些Gest手勢如何操控那個螢幕畫面 做一些動作這樣子 好它就今天一般差不多一半時間就是就是Live Coding Demo這樣子 好 好 金 今天 對今天他會介紹他Module然後他今天今天他就開始 他Module就是用FaceView的這邊開始介紹這樣子 它就直接從這邊建這個OModule 然後用Stark 然後就是直接寫成裡面的 然後就Ener 然後就是介紹眼睛會 有一些哪些功能 iPhoneX적으로Cross特別功能 還有Mouth嘴巴有哪些做微笑 然後他就一邊有屬性就是繼承那個Mouse 然後可以判斷就是一些可以微笑一些的那個 然後他就馬上介入一個Moucher這樣 然後這邊就還有介紹一些他這邊屬性就是愛子 好 今日 然後他就是從直接從這個 因為他這邊的face就是他 原本的face 就是上個禮拜講解有faceview這code的 然後他就直接 我想說我原本寫好了然後我忘記那個 改 改版新然後讓他可以 直接做 重新抓一遍 faceview 好這就代表我們controll他那個就是他有做那個連接 這裡 faceview 好 然後 因為我們已經有那個 module所以我們就要 建一個module expression 然後 我們要 謝謝 这种open可以找到 然后我们今天有刷到那个module之后 我们就要可以update UI 我来这样子 文科 UI oh switch spatial oh ice oh 我要 open 假如我们open的话 全部的exfaceview s true or or of course FaceView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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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寫那個嘴巴 寫Mouse Curvature 嘴巴的曲線 我們要寫那個嘴巴 寫Mouse Curvature 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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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和我其他人都在那裡 錯了 然後他假如他要是沒有紙的話 我們可以把它去那個 預設為0.0這樣子 這二維判斷是應該是 對啊 差不多這樣 然後他這次就是會介紹說 假如 可以用觀察者那個模式 模式這樣子,假如有 臉部有那個 臉有偵測到一些事件的話,他可以用那個 DeterState 然後 可以up UI 然後這裡就是 他也可以用那個 Deter Ceter up UI 所以 到這裡有 就是前面的那個 Module的部分有什麼問題嗎 有人有問題嗎,就是前面的介紹就是Module的部分 Deter 然後他 沒有問題我就直接講下去囉 然後他就是接下來有介紹Gaster就是他的手勢這樣子 然後 就是我們需要 就是手勢可以控制 就是在 View裡面,然後就一些 我們 就是可以偵測一些手勢 那個來控制一些畫面這樣子 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是我們需要 需要實體化這個 Ui Gaster Requist 那個 辨識的那個 Function 這樣子 然後 Tools 然後他就是這裡就介紹他 一些他的Gaster 他一些 怎麼增加在這裡面這樣子 然後你可以寫在DeterState 然後 DeterState DeterState 他那個 狀態這樣子 就是可以用那個屬性觀察 來調用這樣子 然後 手勢 產生的時候可以Target 然後就是Self 自己 Attention 就是 就是 Attention 這個方法 然後就是 裡面的Pen 就是你那個手勢點的那個Function 這樣子 好 Gaster 然後 這裡就是技巧他可以增加到 寫在你的那個 UiView上面這樣子 要用觀察者屬性 然後DeterState 這樣子 然後 它這裡黃色 黃色的地方就是 就是 這是 重點這樣子 然後就是我們剛剛的UIView 就faceview那邊 然後裡面可以加這邊 然後可以用低的set這邊 然後就是觀察者的屬性這樣子 然後直接從克萊斯這邊實體化 然後target這樣子 然後targetself 然後selector就是因為到時候我們要寫那個pain 一些函視這樣子 然後painviewedit的 就是要增加這樣子 好他這邊就是介紹一些他裡面原本的一些functions 就是防揮手勢累積量 還有一些拖動的向量速度這樣子 好還有一些他的狀態 就是他手勢的狀態是可以寫的 一些他原本是那個手勢前狀態是possible這樣子 然後對連續的手勢就是pain 然後begin就是一開始 然後一些手勢句話的話 確定就可以還會結束end的這樣子 還有fail 一些你要對手勢的判斷 你要寫這些的state的一些狀態這樣子 好剛剛前面的有slack 他一些掉在這邊 我們寫在view control裡面pain 就是我們這邊pain 就會另外寫一個他的function這邊 然後就是我們用這邊 就是會寫前面這一張 就是投影片的一些判斷式這樣子 當然手勢如果是怎樣 然後如何控制會產生一些什麼事情這樣子 好這地方應該大家都知道吧 如果failstranger 如果這邊有真的到那個change了 他其實就會直接跑這邊 自信這個inded 這邊這樣子 然後我們去這邊呼叫 translator這樣子 然後防止他那個 手是可以重疊這樣子 對 up 對 然後他就會把這些你手點到螢幕就會update 這邊到你的那個螢幕畫面這樣子 好他這邊會有介紹他裡面一些p區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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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有一些functions 介紹這樣子 好就是這demo 他手勢他是怎麼寫這樣子 這樣子 嗯 嗯 因為我們是在那個 faceview這邊 就是偵測到手勢 所以我們這邊faceview就是要 寫 寫 寫就是他 一些 functions 這邊 的那個 一些 對 偵測到他比例這樣子 然後我用 我用 對 就是 喔 對 好 我 這邊 可以 算 我就 就 假如有 Change Change Scale 我們要 把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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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同一篇有介紹的一些狀態 這裡就設定為假如有Change或還有一些Embade End的 這個Function介紹假如兩根手指滑動螢幕的話臉就會自動變大變小 然後這邊就介紹說這邊就可以讓臉變大變小 好,這次就直接寫會客 然後我們就是要寫那個 這個Tarkey的Ice 是不是 是不是 我们下期再见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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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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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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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2 1 2 2 1 2 2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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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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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好我們就直接調用這邊的 Function 然後NumberTouch 然後我們這邊 FaceQ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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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邊不叫錯 接下來就是他中間會有介紹 假如臉可以變微笑價值 然後 increase 謝謝 可以 來用微笑跟改變 好另外他就是有另外手勢是那個 sw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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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用微笑 睡覺 sw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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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etter 為什麼我們要投 Deletter shell Deletter shell 石油洗錯了 欸 Deletter shell 啊 洗錯了洗錯了 難過了 我沒有 這樣子 可以改變嘴巴 接下來我們要 這裡還少寫一個 好 差不多就是這樣 然後他有另外的重點就是 這邊都是記得要寫那個 SATA didn't display 就是假如 就是要觸碰自己的話就是 螢幕的那個 你可以刷新這樣子 然後後面他就開始介紹NVC的那個 NVC 死的那個架構這樣子 有很多個NVC這樣子 後面他就有一些 其實他有Tablebar,Control,Sleep,ViewControl,還有NavigationControl這邊可以就是用 有很多個NVC這樣子 然後有Tablebar他就是 底下這邊就是代表Tablebar的點就是代表每個不同的事情這樣子 這就是Tablebar的一些介紹 這樣子 然後 這是另外一個像iPad蠻常出現的就是左邊就是Master,右邊是Detail這樣子 另外一種 NVC架構 Side-by-Side 然後他有介紹最常用的是NavigationControl這邊的 他這次就是用我們平常手機一些 設定裡面就是介紹他 這邊的一些特別功能這樣子 因為我們點這個的話他就會 有新的一層會疊上去 然後就是 就是用 Stake這邊 疊上去這樣子 然後如果回去的話其實 疊上去最上面那一層會被 移掉這樣子 被移掉那個就是 就是 就是他會 在記憶體就會消失 可是假如疊上去如果我們最一開始的話 那個的話其實他 是在最下面所以他的記憶體還是存活這樣子 這重點是蠻 就是主要是講這個這樣子 其實NavigationControl它主要重點就是用Stake這樣子 因為 因為你會有好幾個NVC這樣子 好他就是 Navigation它就代表其實是代表那個 RootView RootViewControl這樣子 好他就是 Root 好他就是會 在 一開始 就是你的View會在這邊 可是你點 點了裡面的 東西的時候他會就是其實會跑跑下面這樣子 然後他就是用 裡面會有這個 不許 可是 你這個原本的最底層這邊是 疊上去 所以他 這個還存活著 然後他 他這個是在他這上面 看一下 他這邊投影片就蠻 有主要介紹的 假如你回貝殼回上一鍵的話 他這邊就是 原本這邊的 所有東西全都消失了 然後 在記憶體就 這槓 就是消失了 所以他就是 就變這樣子 好他就是一些他裡面先介紹這樣子 他有介紹另外 StreetViewControl它是怎麼寫的 你直接拉拉那個 就可以過去了 好 好 好 就是轉場 StreetView就是蠻重要的 然後就是 會轉場 因為你有很多個 不同的頁面這樣子 然後 他其實這邊就是 用StoreViewControl這邊拉拉過去 就 從Button裡面拉過去 好 StreetView 這個蠻重要的就是你的StreetView名稱要寫一個 就是他一些 Id id這樣子 然後到時候你 你 Perform segue 然後 就是 他這邊 Prepare for segue 就是假如你第一個頁面要傳直到第二個頁面的話 就是 蠻 就是 就是要用這個 Function來寫這樣子 然後就是我們要先判斷 Identive of the segue 它的那個 名稱有沒有 有沒有正確有沒有存在 就是剛剛修Graphic的 就是剛剛那個 那個ID這樣子 好 我們就可以那個 StreetView 然後 目標到下一個 然後 向下轉型到那個GraphicControl 然後 這邊就是從GraphicControl原本的 Property1這邊 就可以傳直過去了這樣子 然後他可以自己他一些 Function這樣子 好 Function 這邊他就是他介紹他一些 關鍵這樣子 假如你不想再 轉場過去你可以寫另外寫這個 Function來 這樣子來 代替他 對啊 好 差不多 這第五堂課就差不多這樣 對吧 請問 大家對 第五堂課有什麼需要討論的 對吧 或有什麼問題 哈囉 有人有問題嗎 哈囉 哈囉 這 所以 這差不多這第五堂課主要是講這些東西啊 牛隊哪個地方不懂嗎 請問 請問 Steven 那個怎麼唸 Hu Hsu 在嗎 在 請問 你的 對 哪些地方可以 可以討論的 我稍微看一下 有 沒有 還是要 我 不是 你現在來 我 我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NVC 了解完就会有很多个NVC 了解完就有比较好的NVB 还有其他的花招可以玩 还有大家有什么困惑的地方吗?或写不出来的地方? 还是HOWER在吗? HOWER在吗? HOWER在吗? 许多什么学到一些心得? 要不要开个Mile? 這樣子大概分享一下 太安靜了 真的so far so good嗎 因為我看 光是看他的那個 他的module 雖然他這次是複製貼上 可是我看他module 也是看蠻久的 他這種寫法實在太 太 太尷尬了 好 還是 還是 有個回 還是我哪裡講 可以 可以 可以補充 這樣子 今天比較慢 今天我也沒有那個 對啊 今天也沒有太久 其實比較慢加入 如果 比較慢加入的話 其實也還好 如果看過的話 對啊 看過的話 就是 對啊 慢加入大概 就差不多這樣 慢加入大概 就差不多這樣 我還 還還這 這堂 這次 史丹佛直播 希望大家能更多 就互動 或者是聊聊天 這樣子的啊 然後就 然後就大家互相交流 這樣子的啊 反正就禮拜六啊 所以 對啊 真的是沒問題啊 我光是 麻酒那邊看很久 我這樣也 有 其實 對啊 就是 他這邊 這堂課 銜接的 滿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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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典基礎 對啊 超波 對啊 還是我哪裡 可以 補充的 對啊 好吧 就大家沒問題 然後就那就 下個禮拜見吧 拜拜啦 那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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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